就是呢,把那個什麼呢 剛剛的新增 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這一段跟這一段 把它什麼 mix在一起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程式就是 兩段 mix在一起,或者三段、四段、五段 所以以後你們要寫的話 你可以不用急著一次把它寫到位 就是你可以分階段慢慢寫 最後再把它mix在一起 那就是你要的結果 比如說一鍵完成報表 當然它可能有很多步驟 你可以分別寫完之後全部串在一起 你可以把它放一起 或者用call 或者用傳參數的方法 都可以啦 只是說有些東西可能大家都還沒有學過啦 比如說怎麼樣 我這個sup用傳參數的方法也可以 我方法二有 那如果有些同學不會沒關係 我們就是用比較一般性的方法 來完成 比如說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跟這個合併 所以我需要什麼 先給它一個新的sup sup名稱呢 也許我把它取名稱叫做 我跟雲端這個名稱取一樣 這樣比較不會衝突 叫做分割工作表 也許這個名稱 然後我這個分割工作表的sup enter過 它自動會出現 實際上就是把新增工作表這個 所以第一步就是把新增工作表的程式 就是複製貼過來 貼過來 這樣有架構了 二的話呢 就是把 班級這一段 但是特別注意 不需要清除 因為你貼過 你其實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放過去而已 所以 你不用 第一行不需要 然後 Ctrl C 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貼到 貼到這裡面 特別是貼上去還有一些 地方要注意 貼上的時候呢 因為它裡面有for 所以呢 請你把它 因為它是在它的下一階 所以記得貼上的東西按一個Tab鍵 讓它換下一階 然後再來其實就是 註解的東西也許把它刪掉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 好像程式越短 感覺 看起來就相對清爽 然後也許你可以再把它分割一下 也許上面這邊可以加個註解 這個註解就是 剛剛的那個班級那一段等等 然後一直到這邊 結束的地方 也許你可以把它分開一下沒關係 這邊也許分隔線 你愛怎麼去 把它分隔都沒關係 有你的Style都沒關係 其實程式本來就是 非常有個人特色 個人風格 的一個環境 只是說一般人 大部分都是 被框框框住 好像以為 只能這樣寫才可以 其實沒有我覺得這裡面可以寫的方法 至少 有10種以上的寫法 但是你 不是說每10種方法 全部都重頭寫 每個都不用了 就選一個最好的 你最 熟悉的 然後 你可以很流暢的寫出來 就是好方法 那比如說我的習慣 我先寫第1段寫第2段 把兩個miss在一起 OK 那我們寫的方法 第一個 那我一樣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說 要怎麼寫 沒關係 我講你可以邊 中段 邊修改 OK 比如說我今天好了 我不確定 弄完 我先停在這裡 前面應該沒問題 所以弄到這邊 幫我停下來 我這邊會出錯 分割 因為這邊我有寫 一個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把這個先刪掉 刪掉 OK 然後讓他跑一下 停在這邊一下 跑 那他會出現什麼 第一個他就跟你講說錯 錯在哪裡呢 對 這邊有個I 這邊有個I 那怎麼辦呢 把這邊改追吧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 外面是I 裡面是追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就是改成追 那追的話要改哪些地方 這邊要把他改追 這邊把他改追 但是不是每個都改 因為這邊的話 For I 這個 這個指的應該就是我要去找的那個哪個班旗 所以這個應該還是保持I 那再來的話就是改 這個 這兩個 OK 接下來的話應該我看一下這邊再來OK了沒問題 所以新增一個工作表改成叫做一般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K K不能等於5變成5 不對 應該改成到 1開始 上面那個藍二名稱先不用管 反正到時候你們自己在call就可以了 我覺得 一步一步 OK 所以一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幫我去從 第2 所以特別注意 第2列 到第10應該指的不是在這邊嗎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應該在 這個 這個 的前面 應該要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序則I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那個的 序則I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複製 我的習慣是複製過來 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再複製過去 然後意思是幫我比對一下 那比什麼呢 比的就是 這個序則I裡面的 第幾個呢 這邊往下 2到12 跟 這邊的 先抓第1個 OK 所以特別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這個應該是I才對 不能是追 不然追的話 他一直往下找 不對OK 所以應該這樣寫就OK 我們來試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找到了 第1個是不是 第1個是不是 1班 4 怎麼跳過 1班 所以這個應該是 所以這個應該是 然後後面呢 又是 序則I 序則 這 前面是序則E 這個序則E嘛 沒錯 跟這邊的I 那 這個應該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OK 這樣看 那應該這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是L才對 OK 所以你看一比錯的 沒關係 那我們就慢慢看 沒關係 所以這東西 不要急 正確為原則 OK 所以這個 跟 不對 跟著一下 應該 這個跟這樣 應該是A 沒錯 跟這邊 這邊應該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要換掉 換成什麼 換成 應該是 這個才對 把這個 有沒有一般 是不是一般 所以應該是改這個才對 是不是一般 這個 其實兩個可以顛倒 沒關係 你可以把序則A 跟這個兩個顛倒 所以 改完之後 回頭 所以你會發現他可以倒車 VBA有個厲害的地方 倒車之後 看一下 有沒有進去 如果進去就OK了 有了 再來的話就是 幫我把這個 所以這個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序則A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 Range應該前面要加序則A 到 這個後面也要到序則A 這個都要 這個也要 這個後面這個也要 然後到哪裡的 Copy到哪裡 這個不用 朋友 記得這個可能要切回來 不然的話會出錯 幫我call過來到這裡 也就是把前面的這個範圍裡面的東西 幫我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那個 我現在的這個 這個工作 表裡面的 K指的E 然後這個什麼呢 不是G藍 應該什麼 應該call到A藍 對有沒有 call過來 這樣就OK 再來呢 我們來run run看 按F8看看 有沒有call過來 劉你很好 有了 然後因為往下 所以K等於K加1 現在K等於E嘛 所以變K等於2 所以A58 有了 OK然後再下一個 所以在call第2個 有了 沒錯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他已經幫我往下抓了 沒有問題之後的話呢 當然呢 他整個一般全部跑完 那一般就OK了 這樣來的話 當然 你可以 如果你手痠 你可以直接 因為這邊會停下來 所以你可以全部跑完 然後換二班了 二班要不OK呢 一樣 再來的話應該就是 這個應該是二班 第一個不是 第二個也不是 第三個 難道都不是嗎 一般變成 全部撲過來 對 所以這個程式裡面好像還是有問題 對 這裡的話應該是 你看 這邊應該 第1 的範圍 這兩個相等 跟L藍 都問題了 應該指的是這邊 不能夠是 I 應該是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邊的 這邊往下走 OK 這邊可能要動一下 這樣的話 這邊改完應該OK 好 理論上 應該沒有錯了 沒有錯的話 再來我們就是先把 把剛剛的東西 在工作表再刪掉 這個先把中段點拿掉 讓他全部跑完 然後 把它先刪除看看 刪除 然後 再讓他跑跑看 如果OK的話 應該一次就到位 看一下 切過來 有了 切過來 有了 切過來 也有了 OK 所以剛剛改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 做這種事情 真的要精神很好 因為已經 要快要下課了 所以精神 換算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 所以你們如果剛下班的話 剛看到這個就頭暈了 其實原理原則都知道 只是說你要改對地方 所以我剛剛我有把那個 我剛剛改完之後 對的 大概就是把它call過來 call 就是改的地方 就是主要是改這邊 我剛剛可能這個沒改到 然後還有這邊 可能要加上那個 哪一個工作表 然後 這邊要改一下 這個 這個要改 本來是5 要把它改成 1 其他的話大概 是這樣子 所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切一下 這個相對的比較難 難的地方就是在什麼 那個 對應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就是說 從哪一個工作表call到哪一個工作表 其實裡面你會發現 序則1 點 一直重複 所以其實有一個寫法 就是 就是用with的方法 with的話 如果你開頭都一樣 你可以用with 比如說你就打一個 序則瓜糊1 然後 他以後的話 那個序則瓜糊1 就不用重複了 就是說如果開頭 都是序則瓜糊1的話 那你可以用with 把它 帶過來 然後呢就可以省略 這部分等一下也許可以講一下 如果有重複的東西的話 可以用那個with的方法 讓你的程式看起來比較簡化一些些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